今天教大家怎麼車直角 那這個有可能會出現在襯衫的袖口或是腰帶的部分 那首先你這個完成線先把它畫出來 畫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車 我今天就先不回蒸 因為這邊我把它切開來後面你可能還可以接很長 那你自己決定你的袖口的寬度或是你腰帶的長度 那這個直線之前教過了就一樣先把它車到底 好快到這個直角的地方你要開始變慢 好這邊要注意喔 就是到轉角的地方你的針要在下面 然後呢把它轉過來轉成你順的方向 然後再繼續車 好那這個轉角就車好了 好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轉角的縫份剪掉一些 因為等下翻過來這個直角才會比較漂亮 那如果那個你的布是不容易虛掉的 你可以直接兩片上下兩層一起剪 那你就大概剪剩下0.1 0.2公分這樣子 那我今天示範就是如果你的布是比較容易虛掉或是比較薄 你可以先把這兩層分開來 把縫份分開然後後面這一層你剪大概剩下 0.3 0.4大概0.3 然後上面這一層剪多一點 剩下0.1或0.2 所以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把它燙開來 好那我現在把它燙開來 好那我現在把它燙開來 這個轉角邊角的地方 要用錐子把它挑出來 現在把它翻過來 然後你把那個手伸進去 壓住裡面的縫份 然後稍微把它拉開來 好 確保裡面的縫份是 平正的 這個邊邊我通常也是會用錐子幫忙 就是把它縫份全部都弄好 這是我們的手揭部分 我們可以把這個擦一下 不要打太多 直接幫忙 有我們快兜師 可以把這個叫作 我們可以把這個擦在一起 來給人資物 我們可以把這個擦在一起 再是一個擦在一起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擦在一起 為甚麼 那這個直角你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整形成90度垂直的 就慢慢弄 那小心不要把那個布挑破了 好這樣差不多之後你可以在外面壓到 壓一道那個邊際縫就是裝飾線 然後把那個縫份跟表布固定在一起 那你可以把這個你的邊靠在壓角內側這個邊 然後壓一道裝飾線 裝飾線前後都可以不用回折 那你就把這個線頭剪乾淨就好了 好 謝謝